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灼透… 找曼婷休息, 休息一下可以嗎? 今晚又不用睡了 檸檬茶, 麻煩你 隔…沒有了, 開啡 好 怎麼阿琴這麼晚睡? 你別這麼早約我出來喝茶 應該在家裡睡晚一點, 睡足她 是嗎? 如果想睡足, 起碼睡到下午一點 婆婆一致真人懶 讓她看我這麼晚還睡 她一定趕我出家門也行 那倒是, 那時候我不是懷孕了 我也不敢睡午覺 她經常說日光日白, 睡在床上 要不就生病, 要不就懷孕了 看來遲早我可以天天睡覺了 阿琴, 你是不是懷孕了? 要不就生病了, 要不就死了 想有了就很難了 那到底甚麼事? 你聽聽吧 行雷聲 不, 那些大貨車的引擎聲 是阿琴, 是阿琴, 鼻寒聲 如果你像我那樣慢慢睡在她身邊 你不就遲早變得跟我一樣 何時開始的 但我聽人說 一個人要是很累 才會有這麼厲害的鼻寒聲 跟她在結婚開始 我已經知道嫁給了一個環媒立體星 但剛才結婚的時候還可以頂一下 所以我現在監製虛脫了 阿琴, 你的體能也算不錯 小文, 你讀得輸多 你教我怎麼做 要不然我怕我成為香港第一個 因為沒有教訓而死的人 那倒是, 你長期這樣下去 不死也會濃 你有沒有跟大哥說過 跟他說有甚麼用 而且我不想生他自尊心 但我聽人說 鼻寒和身體狀況有關係 你還是問問高醫生吧 醫治最好, 但醫治也要很久 到時候不濃也會死了 要不這樣 你等大哥睡著之後 你自己就出廳睡 教好鬧鐘 等他醒之前你就回到房間 那你怎麼走懶 我燉了人心燉雞給你喝 喝完再吃飯 你看阿蓉, 知道你們回來 天未光就去街市買雞 多神心 阿蓉, 不過最近我見醋 我怕流鼻血, 你喝吧 我不行, 你喝吧 小心 對不起, 我不是有心的 你別這樣, 你們是群身的 別這樣 別這樣 不是生氣的 不是生氣的 為何你們兩個去看電影 就買一條新的 那套巫蟲特劇很好看 明天星期下幾個人多 不如去買好票, 好嗎 如果這樣在市場 有沒有這麼多人看電影 如果你是害怕的, 打開訂票 是嗎 通常這些事都是我的女朋友做的 打死了 打死了 其實阿萊真是一個二十四孝老公 脾氣也好, 對阿琴也好 阿琴, 你嫁了他 真是很醜 好, 你撿到我也不差 你經常在我耳邊嗡嗡嗡嗡 我都沒有叫他閉嘴 我有些事很惡心 是呀, 人人也有些事很惡心 做夫妻就要包容一下 我嫁給了叉燒餅的時候 睡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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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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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嚇到醒了 起來起來, 原來她是一頭 我看著她就越想越害怕 我以為這個人一定是生失的 老婆, 全靠我爬頭 那些頭皮夠運動才沒那麼脫髮 若不是你老公我 現在就變成禿嬰了 爬頭也不要緊 我和阿嘉初結婚的時候 一份文社滾到地上 我還以為被鬼推 原來阿嘉有貨, 贏人人 你不說說練自己 半夜三更下手 整天都發一聲地發過來 打得我肚子那麼痛 打得我肚子那麼痛 打得我肚子多過打到大腸 不過我說自惡頂 應該是鼻寒聲 甚麼進衣櫃都聽到 那真的很虐待… 是, 很虐待 阿萊的鼻寒聲真的很大嗎 不是, 我只是這麼說 立生哥, 為甚麼會有鼻寒聲 通常有人猜我肥或太累 都會有鼻寒 立生, 你打得這麼沒有醫學化 阿廷, 所謂鼻寒 是屬於人呼吸病的一種 通常呼吸器管比較窄的人 都很容易有鼻寒 還有, 通常有鼻敏感 和扁桃腺比較大的人 都很容易有鼻寒 還有, 肥的人 因為肌肉鬆弛了 令呼吸器管收窄 所以經常會打鼻寒 還有 我肚子餓了 我也去了 我下去三更多 看看阿福能否搞得好 我先睡一會 三清, 你的醫學常識 留在醫院說吧 一開口就不需要閉嘴 搞得人也怕了你 老爸, 誰認真 現在這個世界真的變了? 原來認真的缺點 高醫生, 有甚麼方法 可以減少鼻寒的聲音? 叫他不要睡 不… 按我說, 最好叫他戴口罩 自己戴耳塞吧 我就說最好搬一個人出去睡 好, 請你認真一點 阿瓶, 如果複雜一點 醫院進行一個療程 如果要簡單 就去普通藥房買個鼻帖 貼著鼻子 讓他呼吸暢順 鼻寒聲前會減少 你怎麼會睡覺? 我天空上班這麼累都陪你看電影 你睡覺, 看了, 好笑 我不是睡覺 坐得舒服得太多 這麼大的鼻寒聲 這麼大鼻寒聲 別喝光, 還睡覺 失禮死人 他也不算大了 我聽別人說 一定是鼻寒聲 大得火車頭那麼吵 不是吧 那個當然是恐龍來的 我想他應該做我們大馬人 可以娶四個老婆 為甚麼 當然了, 這麼大鼻寒聲 我的老婆逐個被他轟死 誰知道娶四個 還娶十幾二個 好, 這麼大 再這樣下去 真的要叫她出四個老婆才行 起碼一晚一個受罪 其餘三個也有個好份 今天要睡覺好 不用再給她搞錢 要跟大哥分開睡才有個好份? 來人尋命 為甚麼柯鳥帶枕頭呢 你去哪兒? 你醒了嗎? 我剛才去了柯爺鳥 柯鳥帶枕頭出去 是呀, 我怕, 不小心 在洗手間那裡睡著覺 你戴上那裡睡著了 我還戴枕頭那天 我有戴枕頭嗎?沒有 沒有 老爺, 有香餃 奶奶, 吃香腸粉吧 行… 想吃甚麼我幫你拿 行嗎?別逃脫了 有水蒸包, 老爺拿給你 是呀… 阿琴 阿琴真是生成牛命 和阿嶺一樣, 去哪兒就做哪兒 他細心拍得住阿敏 謝謝… 吃一張包 好… 謝謝你 你吃過吧 我不吃了, 我沒甚麼胃口 這樣吧, 菜葉菜給你們吃 你又去 是呀… 阿琴樣樣也不錯 不過不知道為甚麼 他總是不受補 他嫁走入歸家之後 我也叫人燉了很多次補品給他吃 但吃也是這樣臉青青 眼圈黑黑的 麻德塵, 甚麼你都覺得嗎? 我以為自己想念女兒心理作用 現在就算好了 遲下可能變人乾淺 是甚麼你說的? 是否阿琴有甚麼病 別跟我們說 你不用問他 就算阿琴有病 他不告訴我們 更不會告訴我們 是誰說的? 是誰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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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眼見的 如果一個人結婚 每晚不夠好睡 你說會怎樣 不夠好睡? 不夠好睡? 妹妹, 到底你想說甚麼 是誰呢? 即是說, 如果一個人結婚 每晚就靜悄悄地走出廳睡 你說甚麼原因? 你說甚麼? 人家夫妻子的事你又知道 是呀, 你別說得出來說 阿琴和阿萊結婚沒多久 怎麼會分房間睡呢? 而且現在是他們的蜜月期 應該好像糖枝頭那樣才對 對, 糟了糟了, 太過恩愛了 阿琴, 太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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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也是 雖然年輕領造 但是在字頭上一把刀 阿琴還說 沒了大哥才有個好睡 我想很快就出去 他們會去找他第二個 你真是說話 大庭說了你 阿嬤,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不夠睡 不要緊 所以沒精神 知道了… 看見你的樣子 我都既然無限同情 你讓我去洗澡洗乾淨 好… 你再沒了 美美, 這麼巧 你又來吃東西嗎? 是呀, 只有你一個嗎? 阿琴沒來嗎? 說開說, 她新婚之後 我沒什麼機會見到她 我想你現在不見她好過見她 為甚麼? 還有, 你不要提新婚 我想她哭得一句句 或早知道不嫁 不是, 庭大樓有什麼事嗎? 我看大家都是女人 怎麼? 我也為她耍一滴同情的眼淚 告訴你也行 甚麼? 但你回歸時不准你這麼唱 行…那你的籠子 是她 阿嬤 真是真的嗎? 不是吧 是呀, 阿嬸告訴我 你們千萬不要讓開她 謝謝各位 謝謝 時間到開會了 還滿了一盆散散 麻煩你們協助嗎? 做事吧 做事吧, 請客 阿琪哥 剛才給你聽的那些事 不要讓出去 傻了, 當然不說 這些是胡亂說的 大哥… 十分鐘後開會了 行了 我想檢查阿琪有沒有打電話給我 怎麼了?這麼關注老婆嗎? 不是, 我覺得她最近有些事不妥 和我聊天都沒有精神 有時候自己想去看電影 不知道要幹甚麼 是不是要怕你去夜中會應酬 俠光做立馬變 當然不會, 她不是這麼小器 我想因為她太忙了 阿華 阿琪, 上次跟阿欣去過 澳門新酒店的事說挺好的 是呀, 挺好的 阿嬸, 幫我訂一間套房 我想和阿婷爺開 坤壽頭 阿萊 其實兩夫妻的事不用過澳門 關門, 看電影 這樣也能解決 是呀… 兩夫妻的事不用這麼多人給意見 不是呀 開會的時候不見你這麼多話說 阿嬸 阿嬸, 怎麼了? 是呀, 怕成這樣 十足見到色狼 色狼, 沒樣子看 誰說哪個色狼 記得禮拜尾, 幫我訂套房 行了 世事無絕對 大龜生人仔細細 精力這麼旺盛, 厲害 所以說你認識人少 人細細粒, 焦點集中, 爆炸力強 所以大龜太太 被她弄得兜魯州 真是想不到 平時跟她夜總會 她對著武小姐不太好色 人幫她貌相 男人不好色, 女人心不不不 現在就更好 我們知道她的弱點在哪裡 將來有什麼衣浴 紅叉叉摸杯底, 二話為很多 那倒是 青華, 你跟她大龜生熟一點 你勸勸她 色字頭上一把刀, 不要去到這麼盡 是嗎? 男人五千次 我想她已經去到四千九百多了 臉都起黑飯了, 你不覺得嗎? 我希望去玩時玩 不要玩到周身病痛 要不然吃飯的時候 我也要跟她分開錯 那倒不是 這些是男人應有的戰職 誰叫她去我龜氏公司的戰神 話說回來 龜太太不應該在嬸面前 唱個性變態, 是不是? 你說以後叫她去這屬下面前 怎麼立威呢? 這次真是不幫人威了 威… 你幹什麼? 我睡不著看電視而已 看電視? 你昨晚也看電視, 前晚也看電視 但是前晚也看電視 你看什麼電視? 你知道我這幾晚出來嗎? 我當然知道 現在不是很討厭嗎? 我有臭糊塗, 有發麻風 每晚都要搬出來 不是, 我… 我什麼? 你有什麼不喜歡就跟我說 怎麼跟阿嬸說 弄得全公司以為我有怪癖 我也沒跟他們說 你幹什麼這麼吵? 還出事嗎? 拜託你, 這麼小的 有睡房也不睡, 走來聽睡 你這樣逃避 遲早就避大哥避到柴房睡 來, 你兩夫妻的事我們管不了 不過也要讓阿琴休息一下 你如果真理會 就跑步游水 那就散發精力了 你們現在都覺得我有問題嗎? 你不知道自己有問題嗎? 那真是大問題 你說了, 我是不是很討厭? 你怎麼回事呢? 你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 你到了夜晚 別這麼說, 進房間… 這些事是三級的, 我們不聽 走吧… 不要… 今晚不說清楚, 大家都不要睡 你避寒聲很厲害 我每晚都睡不到 很多晚上都夠好睡了 是呀, 大哥 其實阿琴跟我提過的 是我提議他睡廳的 避寒?你不是甚麼…他嗎? 為甚麼我在酒樓碰到手裡 還告訴他 原來公司的同事說 大哥的事不是你說的 是呀 是呀, 阿琴 咬下去有避寒是壞事 要怎麼搞這麼大事呢? 那我有避寒嗎? 為甚麼從來沒有人跟我說的? 你當然不知道, 大哥 我們全家人都很疼你 你那些避寒聲 出了名繼承拿多爸爸的 我小時候為了避寒聲 才愛過讀書 他也不知道 沒事了… 好了… 大家睡吧… 好了… 阿琴, 你聽聽甚麼聲音? 老虎叫? 獅子烘? 那是甚麼聲音? 這是你拿督老爺的避寒聲 他三十多歲的時候 避寒聲就像火車聲 到四十多歲就像那些大輪船的聲音 這餅帶是五十多歲的時候錄的 這樣說法 將來不像他們那樣? 婆婆, 你睡在老爺身邊 不像睡在森林那樣? 是呀, 所以結婚的時候 我像你現在的心情一樣 睡不著的 婆婆, 橫體店看你也很飽滿 也不像沒睡幾十年 我告訴你 我嫁了拿督這麼久 是頭三十晚睡不著 以後也不知道睡得多好 有甚麼方法你教我? 其實秘訣很簡單 兩個字, 愛他 愛他? 我跟自己說 我很愛很愛這個男人 我要跟他生兒玉女 我要跟他一生一世 是, 所以我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安慰自己了 愛一個人 愛他所有東西 包括他的鼻汗聲 拿到鼻汗聲 從火車聲、輪船聲 就變成恐龍聲了 我又跟自己說 我沒選擇 我不可以不愛他 所以我睡得過他了 我明白了, 奶奶 鼻汗聲是我跟阿萊分後 第一個考驗 所以我要告訴自己 我很愛他 不可以失去他 愛他所有的東西 包括他的鼻汗聲, 是不是? 果然厲害 你跟阿萊的…